- 歡迎收看小婆騎車資訊網,我是當家車手阿娟 接著為各位帶來本週的車坦快報 先前眾所矚目的DRG二代測試車 再度被捕獲到後,馬上又有更進一步的消息啦 首先是在能源局送測名單中 代號TBB16T2與TBB16T3的DRG二代 賀然出現,根據公告數值 DRG二代的市區油耗為每公升39.58公里 定速則為每公升52.19公里 能效測試值則達到每公升43.8公里 相比現行款代號TB16W6的第一代DRG 每公升41.5公里的表現來說,有顯著的提升 能源效率等級也上攀一級 在出色的油耗表現出爐之際 也有不少網友疑惑,為什麼DRG二代會有TBB16T2與TBB16T3兩種型號呢? 隨後才相隔短短幾天的時間 簡能標章網上也出現了DRG二代的資訊 根據慣例,簡能標章網上不僅會有相關數據外 也會附上送册產品的照片 此時答案揭曉,DRG二代疑似擁有兩種版本 主要差異在車輛的鎖頭部分 TBB16T2採用的是Keyless免鑰匙其中系統 而TBB16T3則為傳統機械鎖頭 車色也出現了過去不曾露面的白紫搭配 其餘部分則與車展雷同 依照過往CLBCU、MNBCU 率先在節能標章網曝光的池塵來看 相信DRG二代也盡在支持啦 除了國內車廠的重大新聞外 中國車廠也在相關的審驗單位中 出現大家期待的作品 如果你是越野車、ADV車迷 一定對前年米蘭車展上 中國車廠Brixton發表的Store by有點印象 如今根據中國官方工信部的資訊 原廠終於將這款車型提交送宴單位了 依照政府方面的資料 可以看到這台在中國地區 由內銷品牌魚科高精提交的GK500C 無論在外觀造型、車殼設定上 都與Store 500概念車一致 只是因為銷售策略的關係 而採用不同的名稱 GK500C擁有被網友們戲稱為 鐵甲用假面騎士的特殊外型 在ADV車格下高聳、棱角分明的車身線條中 配上單元燈設計 略帶有幾分NORDERN 901秘境旅人的神韵 而這次最大的重點 應該就是GK500C相關的技術規格也一併曝光 其所採用的是一顆486CC水冷雙缸引擎 最大馬力落在47P左右 車身重量209公斤 並配上ADV車款一貫的前19後17吋輪框 雖然重了點 但相信未來如果機會量產的話 GK500C最直接的對手 應該就屬本田的新世代NX500 或者春風集團的450MT了 看來這股重量級多功能車風潮 才正要開始風行呢 國內由榮秋貿易代理的CFMOTO 終於在上週正式發表了雙缸跑車450SRS 相比前陣子的450SR 450SRS雖然在引擎車架方面基本上相同 不過卻換上更銷魂的厚單LB設計 以及俐落的抵制排氣管 並導入TCS電控配備 後疊盤尺寸升級為240mm 看到這邊你或許會以為 這下應該又要貴不少錢了吧 那可就錯了 榮秋貿易在發表會上也正式發布 2024年式450SRS的建議售價為26.9萬元 現金購買再優惠14000元 等等這可比450SR當初的27.8萬預購價便宜上許多 畢竟依照今年市場上擁有眾多其他對手 如Honda CBR500R Kawasaki Ninja 500 以及歐洲小市Aprilia RS-457等強敵環似之下 只能說各位車迷們有福啦 各位普利二世的車主們注意啦 最近Toyota原廠對外宣布 將大規模召回現行第五代Prius 而此次的事件 台灣國內也有受到影響 Toyota總代理核泰汽車在4月18號宣布 將召回部分Prius PHEV 根據官方聲明指出 由於後座電子車門把的防水性不佳 若大量的水噴灑於開關上 可能導致水氣侵入 進而增加後車門開啟器 開關短路的機率 而且短路時後車門未上鎖的情況下 也會增加後車門突然開啟的風險 目前總代理核泰汽車 也積極準備替換零件 假如車主還沒有收到召回通知 也可以先行回到Toyota服務場 移除後車門開啟器開關的保險絲 來停用電子式車門吧 這次全球召回的Prius數量 多達21.1萬輛 車主如果有任何相關疑慮 可以向全國各地的Toyota經銷商服務場 進行詢問 並且這次的召回事件 攸關行車安全 車主們可千萬不能輕忽啊 大家還記得去年掀起車談熱烈討論的 中國四缸黃牌仿賽 COVE 450RR嗎 只要台幣15.5萬 就可以買到最大馬力71匹的四缸猛獸 如今大約一年過去了 COVE最近也在粉絲專頁 預告了自家小跑車250RR即將登場的消息 算不像Ninja ZX25R那樣 搭載充滿話題的四缸引擎 COVE250RR將採用的是 源自國際賽事WSBK250級距的雙鋼平台 擁有上看33匹的最大馬力 儘管擁有不錯的水準 但仔細一看 這台250RR的外觀 是不是有點太像對手Honda CBR250RR啦 尖銳的車頭整流罩 俯視的雙鷹眼大燈 以及車身走線與油箱造型等 看來若是要與春風的250SR相比 COVE與小排氣量的造車水平上 可謂來日方長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娟 我們下次見 掰掰